这天气一热啊,胃口就大减,老婆也总嚷嚷着吃不下,因此每到这个季节,我就经常给他们做这个酸汤肉片,酸酸辣辣的老开胃了。 首先把肉切成薄片,加入点蚝油,盐和胡椒粉,再加点葱姜水和蛋清,给它抓骨均匀,给肉入个底味。 加点红薯粉,可以让其口感嫩滑一些,最后加入食用油,可以防止肉下锅的时候粘在一起。 然后准备点老婆爱吃的蔬菜,给它烫熟后捞出放进碗里。 另起锅倒入葱姜蒜和小米辣,给它巴拉巴拉炒出香味,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。 关键就是这个酸汤料包,有了它别的啥也不用加,味道就老棒了,俺媳妇可喜欢吃了。 汤煮开以后转成小火,然后均匀地下入肉片,用小火把肉慢慢温手,等肉煮变色了加入点白玉菇,再煮个一分钟。 最后再撒入点葱花,就可以出锅装盆了,天热没胃口了,您就试试这个酸汤肉片,真的老好吃了。